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龚俊带来最新杂志大片,忙到马不停蹄,演唱会新剧江西。 最近,殷山和令的大伙而受到大家关注的龚俊,受邀拍摄的费加罗男士四月刊封面。 大片中或时尚张扬或鬼马机领,展现了全新的形象。 被问到给自己的颜值打几分时,一开始很调皮地表示99分。 然后认真的回答说,满分100分,给自己打80分。 有粉丝们留言表示很谦虚骂龚俊费加罗男士,说到跟剧中一人一鬼的温客行有没有相似的地方。 龚俊开心起来的样子和比较阳光的一面会比较像,但也有很多不像的地方。 龚俊平时在人前展现的性格确实是很阳光,笑容也很灿烂,就像个无忧无虑的大男孩的感觉。 张哲瀚在一次采访时说龚俊在他心里是很可爱很真诚的人。 性格确实很圈粉。 龚俊和张哲瀚最近好消息不断,此前,举行山和令演唱会消息一出。 票就被抢光,很多人遗憾的没有抢到票。 还有胡夏、王熙、霍尊、贤子等作为嘉宾参加。 还有,龚俊作为嘉宾参加浪姐2的成团之夜,见证姐姐们的成团出道。 行程安排也非常紧凑。 昨日,龚俊还参加了上海举办优酷2023年度发布会,带来了自己的新剧《你好》。 火焰蓝,剧中饰演消防员的龚俊,放出的片花中和女主张慧文的吻戏直接冲上了热搜。 势必也将成为热播剧,小伙伴们一起期待播出吧!